康熙年啊,这十三皇子印祥啊,穷的是盯了当郎的,因为没有爵位,不能吩咐,所以啊,寄宿宫中还总被内务府逼仗,苦心经营着一个多子女多妻妻的家庭,走进古迹讲故事,您好,我是昆仑刘石,咱们上文书不是说了吗? 自康熙47年以后,一直到啊,康熙61年,在这十多年当中啊,十三皇子印祥,不但物质生活过得很匮乏,精神上啊,也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,雍正皇帝一登基,这印祥的春天来了,这话啊,咱们都说完了,其实这好日子来啊,都不能按雍正皇帝登基开始算起,那应该说啊,这雍正皇帝一继位,这印祥的好日子就来了, 雍正皇帝继位的第二天,康熙61年的11月14日,就在前一天的头上,康熙皇帝崩逝于大清顺天府畅春园的清晰书屋,享年69岁,把他统治了61年的大清国,交到了他的四儿子雍亲王印针的手里,这雍正皇帝一登基啊,就召告天下,说啊这个皇父心丧,我呀实在是太难过了,暂时呢, 理不了朝政,所以说啊,我要选出四位总理大臣,来协助我处理朝政,这四个人里啊,其中两位是自己的弟弟,一位呢,是这八个,贝勒,印四,这还有一位啊,就是十三皇子,印祥, 剩下的两位,就是上书方大臣马齐,和九门提督龙科多,这个时候的印四啊,那无非就是个贝勒爵位,咱们都知道我这贝勒以上啊,那还有郡王跟亲王,印祥啊,就更别提了,只是一个普通皇子,任何爵位都没有,算是一个平头阿哥, 您都不用猜一下,这第二道旨意啊,他很快就下来了,皇上紧接着就刷了一道旨意,进封老八印四啊,为和硕廉亲王, 进封这个老十三印祥呢,为和硕怡亲王,哎,这样呢,这四位总理大臣呢,其中就有两位,是总理王大臣, 这有文有武,有亲王,这个内阁班子呀,看起来那就整齐多了,至于这雍正皇帝,为什么选这四个人,为总理大臣呢,咱们啊,到雍正那边时候再细聊,今天啊,咱们还是着重的得聊这,一亲王十三爷印祥,这雍正皇帝琢磨了, 他的意思啊,是他自咬一登基,他就把这个康熙朝所有亏欠自个儿十三弟的东西,一下子全给他,首先是爵位,一步到位,这老十三就被进封为了和硕怡亲王, 这爵志极品呢,已经无法再高了,咱们再说这官,总理王大臣,这官当到了宰相,还小吗? 当然了,这清代啊,他也没有宰相,不过呢,虽不中不原意,他大概其啊,就是那意思,这再剩下的一条啊,那就是钱了,咱们上篇不是交代了吗? 在康熙年啊,这十三皇子印祥啊,穷的是盯了当郎的,因为没有爵位,不能分府,所以啊,寄宿宫中,还总被内务府逼仗,苦心经营着一个多子女多妻妻的家庭, 那友朋友就说了,你都养不活了,你娶这么多干嘛呀,您琢磨去啊,这皇子娶媳妇能听自个儿的吗? 那能是自个儿的意思吗?就是娶进来一个侧附近,那也是皇上老爷子有心给安排的一桩政治婚姻, 好去,您负责给娶,不负责管养,然后呢,您又不给他派差事,不给他封爵位,公司在地, 所以这老十三印祥啊,在康熙年间,经济上那肯定是非常拮据的,穷点啊,不怕,这不四哥当皇帝了吗? 康熙皇帝没能给这十三儿子的,没事,哥给你补岔,首先呢,咱们得先建一座王府,这王府建哪儿啊? 别推远了,要不建哥哥想你,您瞧这雍亲王府啊,他在哪儿啊? 他在后墙根国子建那边,就是现在的雍和宫啊,那已然呢,是离皇宫挺近的了, 可这雍正皇帝给印祥找这块地儿啊,更近王府井,这印祥要是上班啊,溜达着十五分钟,也能看见哥哥了, 这王府啊,是建得了,这开府建崖的,没有前围是哪儿行啊? 这么着吧,按照这个前朝,也就是这个康熙朝的旧历,哥先给你啊,不不差,也别多给, 咱们看啊,二十三万两银子,你瞧够使的吗? 这印祥一听啊,吓坏了,哪儿您就前朝旧至二十三万两啊? 别别别别去,可不能要这么多,这皇上跟这十三爷爷,俩人就一个愿意给啊, 一个就拒绝收,推让推让推让,最后勉强收下了十三万两银子, 这民间常说啊,雍正皇帝刻不挂恩,那么他是不是这样呢? 哎,要说他有点,可是您要是了解这雍正皇帝和老十三之间的兄弟亲情啊, 那您就得想了,这雍正皇帝刻不挂恩的那是有原因的, 因为他这点恩情啊,全撒的他十三弟的脑袋上了, 这历朝历代啊,这皇上和自己的兄弟关系好多了, 这清朝以前呢,弟兄亲王啊,一般都不能在京城待着, 都分封出去,皇上要跟自己这个弟弟关系好呢, 就给你找一个地儿啊,这个空气好,风景秀丽,民风忧富庶的地儿, 挨那儿养着去吧,自此啊,这弟弟是猪八戒吊肝烧,得吃得喝呀, 可是这雍正啊,喜欢自己这十三弟啊,他不是这样, 他信任他,他让他干工作,并且呀,放心让他干工作, 故事讲到这儿啊,咱们也得交代一句, 这老十三啊,他确实是一个真真正正干事的人, 并且对于雍正那是十分的忠心, 剧透一下最后老十三的结果呀, 其实他是类似在工作岗位上的, 雍正皇帝是这样回忆雍正初年老十三的工作态度的, 辅政之初,阿西纳包藏获心,扰乱国事, 龙克多作威作福,揽世招权, 实赖,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, 镇静方刚之戏,比见鬼不得似其智, 这话的意思是说呀,在这雍正初年的时候, 整个朝政啊,全仰仗, 一亲王一个人, 这阿奇纳呢,坏心眼儿他肯定不干活, 这龙克多呀,只为啊,招揽权士, 他也不干活, 这一亲王印祥就凭着刚毅, 敢担当的一副狭肝一胆, 挑起了政务的重担, 呃,他这么说呀, 您就这么听, 这些活儿啊,要是都一个人干, 不等着累死等什么呢呀, 其实老十三在康熙年间身体就不好, 他患有贺西风, 就是严重的膝关节炎, 这关节肿大呀, 一到下雨天啊, 那都站不起来, 这印祥十三爷呀, 在打理起朝政来, 这些病痛还真顾不上, 雍正元年, 一亲王印祥授命户部, 这户部啊, 本来是替国家管钱花钱的地儿, 可是现在的户部不一样, 咱们有门说门啊, 这康熙晚年啊, 有些戴政, 对待属下的官员又过于的宽人, 于是啊, 就出现了很多拖欠国库款项的事, 一日长两日短, 这世事积攒起来啊, 竟然查出户部亏空250余万两, 这户部啊, 一下子就从管钱的衙门, 成了打白条欠钱的衙门了, 库里没钱, 这户部堂官啊, 赚的都是一把一把的的借钱的白条, 那一亲王到户部干嘛来了, 就一件事, 追账, 一亲王刚一到户部, 就成立了会考府, 这会考府是干嘛的, 哎, 这就是中央的要账衙门, 这会考府啊, 不听别人的领导, 他也不是啊, 户部的下属, 他直接受总理王大臣, 一亲王印祥一个人领导, 攥着白条子, 上各级官员的家里, 给国库要账, 无论是谁啊, 这王公贵宙, 一样是欠钱得还, 吕君王允陶, 敦君王允额, 这俩王爷啊, 欠了国库的钱了, 耍无赖不还, 你不还呢, 这印祥有的是主意, 直接啊, 把他们的家产变卖了, 还清了国库的欠款, 那王爷家的财产都卖了, 还了国库的钱, 那各局官员啊, 吓得不敢代卖, 连忙啊, 打开自己的小金库, 把这钱呢, 就给国家还上了, 再还不上的, 再还不上的, 那就只有抄家一条道路, 您就比如说那个, 江亭之造, 曹寅他们家, 就是曹月琴他们家, 抄了, 就这样, 印祥在户部不到三年, 便初见成效, 追缴回了大部的国库欠款, 到了雍正三年的时候, 印祥已然是义正王大臣了, 那些年啊, 这中原一带大规模的水患, 据说这永定河的大水啊, 倒灌进了北京, 差点啊, 就淹了紫禁城, 这义亲王挺身而出, 跟皇上哥哥说, 这水患呢, 我来治, 治理水患呢, 就得捋着河堤去实地勘察, 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, 而且治水患当年很难得的成效, 是一个费了力气, 也不显功劳的活, 到了这雍正七年的秋天啊, 义亲王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, 但是他仍然翻山越岭的, 去视察河道工程, 而且义亲王从来不烦扰百姓, 常至婚夜使尽一餐, 您想啊, 这样的工作环境, 他身子能好的招吗? 这雍正皇帝也是看在眼里, 急在心里, 太医院有一名常给印祥看病的大夫, 叫刘生芳, 这雍正皇帝直接就给了他一个, 护不适量的弦, 让他专门啊, 照顾印祥, 能够第一时间处理疑亲王的病情, 疑亲王印祥, 为什么如此的喝出命去的干工作呢? 原因很简单, 首先他要报答四哥对自己的知欲之情, 而且呀, 他要让天下人看看, 让死了的皇阿玛看看, 自己到底是不是皇阿玛口中那个不堪的十三皇子, 我对这疑亲王啊, 还有自己一番独到的敬哀之情, 这学徒我呀, 就住在京杭运河的边上, 北运河青龙湾河减水坝工程, 是疑亲王印祥主持的最后一个水利工程, 青龙湾河呀, 是入海的直通河, 是为了在水患发生的时候, 给北运河泄洪用的, 住在运河边上的我呀, 直到今天仍然享受着, 疑亲王印祥主持修造的水利工程, 给我带来的福音, 不光如此啊, 印祥在雍正义朝干的工作多了去了, 雍正皇帝就曾经说过, 君物既已杜之出纳, 兴修水利都领进军, 凡公公府中事无巨细, 皆王一人精化料理, 无不精详妥协, 符合朕心, 无凡朕之指示, 疑亲王轰事以后, 雍正皇帝呀, 用一句话评价了疑亲王, 这句话呀, 是我知道的全世界夸人的话里边最好的一句了, 雍正皇帝说, 王顾见不朽之胜利, 称宇宙之权人矣, 为国注实, 为士楷模, 这疑亲王生前的故事啊, 咱们就讲到这儿了, 明儿呢, 我带您去啊, 这疑亲王坟上看看, 咱们聊聊疑亲王身后的荣光, 不是他我挨这儿老王卖瓜呀, 这疑亲王的坟儿啊, 我就去过四遍, 疑亲王府, 心府就府, 我也都到过, 这镜头语言啊, 肯定是不缺的, 得嘞,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, 喜欢我的频道啊, 您就关注, 点赞并转发, 您的支持,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, 您记准了啊, 自到您长按点赞啊, 咱们是明天准见, 拜拜,